今天来对比一下这个裙子龙3.0 在我左手边带有防盗扣这一双是正品 其他都是fake 等一下我们对比一下fake跟正品有什么区别 首先我们对比一下它这个鞋头 正品它这个鞋头皮质用的是头层牛皮 这个是比较远的牛皮 用手按下去它这个皱纹是比较明显的 看一下第一双fake 第一双fake它用的也是头层牛皮 也是比较远的一种 第二双fake它这个用的是二层皮 它这个按下去是有点硬的 没有什么皱纹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品这个鞋头这个弧度 正品它这个是比较扁的 它是往里扁的 看一下第一双fake 第一双fake它这个也是往里面扁的 这个鞋型是比较正确的 看一下第二双fake 第二双fake它这个感觉是有点饱满 它这个鞋头用的模具是不对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车线 正品它这个车线不是很突出来那种 很突出来那种是比较错误的 看一下第二双fake 第二双fake它这个线是比较突出来了 这样看上去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很大的区别 再看一下第一双fake 第一双fake它这个车线是不突出来了 这个是比较正确的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这个后跟的小厨局 正品它这个小厨局的次数感觉是比较立体的 而且它这个是不怎么突出来了 里面这个花是比较突出来了 再看一下第一双fake 第一双fake它这个小厨局也是比较立体的 对比一下正品它这个差别是比较小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双fake 第二双fake这个小厨局与对比正品 这个明显是没有什么立体感 这个是比较错误的 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 这双鞋的其他细节我就不对比了 这个图片对比我会发在公众号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之前都发有很多热门酒鞋这个图片对比 下面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这个中底 这双是正品的中底 它这个中底颜色是比较浅 再看一下第一双fake 第一双fake对比一下 它这个颜色是比较接近的 和正品颜色是差不多的 再来看一下第二双fake 第二双fake它这个中底的颜色是比较深的 这个颜色一对比就比较明显 今天对比主要是对比这三个细节 这三个细节可以分辨大部分的fake 大家按照我这个方法 其实分辨是非常容易的 这双fake它这个皮质不对 还有就是重量 它这个是比较轻 正品这个重量是比较重的 大家买到可以试一下重量 它这个可以增高4厘米 主要是这个鞋底比较重 但是穿起来是比较舒服的 如果大家以正品的价格买到这双鞋 建议还是去平台鉴定一下 这样比较放心一点